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出离心 便离心 完全的出离心 及清楚的了解 轮回中的一切 其本质皆是痛苦 从而发起完全出离的心 不要认为轮回是外在的 是与自己分开的 事实上 轮回不只是存在于我们周遭的世界 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在 并且是由我们自身的烦恼而生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修持真实的法教 即使不能成为有慈悲心的人 但也要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若能断除对众生的伤害 那是很好的 总之 最主要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 成为一个为他人服务 利益他的好人 可以成为那些无依无靠众生的救护处 即归一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忍辱 确信 忍辱并不是说只是强忍着苦难 或是强迫自己吃苦 而是我们必须积极地训练自己 去看到烦恼的过患 如称恨的过患等 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确信 认为称恨等所有的烦恼 都有着完全彻底的缺失 具有这样的确信 我们就会好好的保卫自己 不受烦恼的侵犯 我们就会好好的保卫自己 坚持修行 修行路上会遇到很多考验 有人修了二三十年境界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绝受证悟 甚至烦恼更多更强烈 无论如何重点是 不管遇到任何考验挫折 坚持修行是非常重要 因为内心的力量或称为内在修正 力量是很大的 它能够细为力 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 如你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 你将能够调伏自心 感谢观看 口咽 所有的佛弟子都说要皈依三宝 但却少有人不去诽谤上师及僧众 仅仅是因为这种口咽 就可能令他们堕入恶趣 有位大师讲 如果有人可怜我关心我 那么我希望他在我的嘴上装上一把锁 然后把钥匙交给别人 只有吃饭时才帮我开锁 其他时间都把它锁上 这样的话才可能不会造口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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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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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宁静是最主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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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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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必须再讲一次 不是你血排位他就超度 而是你自己发什么心 有没有真修发愿而产生功德 大众的力量帮助你回向 减低他的痛苦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实修的功德 那就操作不了 什么是实修 那要了解 发菩提心 真实的发菩提心 念念菩提心 那菩提心你就会去造作一些 真实的利益众生的行为 产生一个力量 对他有帮助 所以有些人你可以看他来到场 天天来 他烦恼很多 看他脸就知道鬼魂一大堆 气色不好 眼神不好 行为怪异 就知道说他身上业障很重 我们也只能回向 他是解灵人靠细灵人 对不对 如果心中你有一个欲望 对金钱对男女 那那个鬼就卡在你身上 谁也帮不了忙 你要自己要释怀 我不再有这种男女的欲望 金钱或不对的动机 我发这个愿 真实要这样做而产生功德 解脱的功德 所以我想自己最重要 那你要让自己发光 别人才会发光 所以要超度祖先 首先你要孝顺 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孝顺 你对他的关怀 再来你要有力量 就是持戒 不失 最圆满就是发菩提心 所做的念经 所做的一切功德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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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